他真是來亂的耶 你把車拉不走 倒車 所長跟我們講得大聲一點 所長跟我們講一下早上發生的情況 在今天8點15分左右 有一名王姓男子 到本所轄區的浮城高中 準備投票 那經那個學務人檢查他的資料 核對資料的時候發現他走錯 頭開掉水 那個該名王姓男子 突然暴怒在場咆哮 經本所派出在 頭開所的警衛人員制止 勸導的時候又對警衛人員 呼罵三字經 那經我們同仁當場 押制以刑法妨礙公務罪 偵犯 該名王姓男子 並沒有說他為什麼會在場暴怒 但是他有提到說 我們同仁在跟他制止的時候 他要抽菸 我們同仁說在現場是不能抽菸的 他突然就對我們同仁呼罵三字經 據了解那個王姓男子 那個學務人員並沒有跟他爭執 只是跟他講說你走錯 頭開掉水 那該名王姓男子 就大聲咆哮